父親節快到了 我們先祝福大維 謝謝 謝謝 我必須要講一下 女兒 你們在好幾年 以前送過我這件衣服 不欣俠爸爸 那我覺得在今天年 穿起來特別有意義 謝謝 你全世界第一個看到的人是我呢 爸爸啦 醫生 醫生 為什麼一定要把醫生扯進來 他很捨不得我 但是他不敢講 愛老婆 愛小孩 然後他把全部的時間真的都給了 就是家庭 哈囉 我是立文 歡迎來到和立文聊聊吧 再過幾天 就是父親節了嘛 那我們今天要來和立文一起聊聊 關於爸爸的那些事情 好 沒問題 那記得母親節的時候 我們也有聊 當了媽媽才知道的事 那還沒有看的人 麻煩請繼續來 嘿 也可以看到囉 那今天呢 我們很高興 請到了我們同學 大維 和小Q 一起來聊聊關爸爸的事情 那麻煩大維跟小Q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你們當了父母幾年 幾個小孩子 還有第一次當父母的時候 你們有什麼感想 我當父母幾年 我大女兒幾年剛大學畢業 25加1 26年 我兩個孩子 那現在都在國外念書 那小Q呢 當媽媽 我30年內 因為我有一個30歲的兒子 那你第一次當父親的親情是什麼 我當父親的親情 我跟你講 就好像在驗收一個成果 小孩子在你手上的時候 你會很感激 你會感謝說老天爺 讓我有這樣的一個寶寶 然後呢 他的不好呢 有可能是遺傳於我的 那時候 我又覺得說好像 對於這個部分的話 你又必須要接受 當下就有這麼多感觸嗎 我當下是第一個 我看到他四肢健全 我覺得我非常感受 我一定是比我太太先早看到的 原則上是你有精彩方式 所以我常常跟我女兒在講 全世界的第一個看到的人是我們 八八啦 醫生 為什麼一定要把醫生扯進來 我第一個看到的是他頭皮的這一塊 因為他頭就卡在那邊 然後出不來 後來呢 他就出來了 對啦 除了醫生 護理師之外 我是第一個看到他的 親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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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第一眼看到他的人好不好 剩下來 然後那個 你就說報給我看 報給我看 對 護理師 這就跟那個電視劇情的一樣 而且下來當然是第一個要報給我看 而且我跟你講 我印象很深 我覺得啊 我兒子第一眼看到我的眼神就是 對 就是你 我媽媽 對 我感覺是那個指定的 其實是有這麼一說 小孩子他真的是有選擇的 我們都是被他們選擇的 對 不會是這麼覺得的 那之前我在母親節專輯的時候有說 媽媽是家的時候在 那我覺得爸爸他就是自身家的一個大人 可是因為傳統的觀念就是男主在女主內 所以一般參與孩子成長的部分 主要還是以媽媽為主 爸爸大部分就是會做的比較少 我覺得實在的進步跟演變 這個部分當然是有稍微比較平衡一點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強調就是說 男生呢 參與孩子成長 其實對孩子的性格的形成 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為女孩子呢原則上是比較小心的 那男孩子呢 他們在譬如說帶小孩子的部分的時候 一般會以遊戲的方式 看著小孩子跌倒 就這樣 啊 起來就好啊 跟媽媽說 小孩子這樣 哎唷 對 會很不一樣 那我覺得其實這些東西呢 對孩子他的個性的形成 還有他未來是不是會比較勇敢 果斷會比較願意冒險 這一塊其實我覺得會有一些影響 未來的父親 就是可以的話就多參與這樣子 讓孩子 讓孩子又能柔軟 然後同時也能夠堅強這樣子 那其實我爸爸他就是傳統的男人 那那個年代其實他們一般 真的沒有什麼參與到小孩子的成長 我爸爸是一個感性的爸爸 那因為我是小留學生嘛 雖然他之前都沒跟我什麼太大的互動 可是當我真的離開家的時候 我媽媽是跟我講 他幾乎一個月他每天都到我房間 然後一直掉眼淚 他很捨不得我 但是他不敢講 你知道嗎 就是以前 對 收不住口 以往的父親其實對講說 我愛你這件事情好像很難吧 不容易 不容易 就是他們必須要有我們自己的 那叫什麼啊 爸爸 權威嗎 尊嚴啊 就是那個形象 然後現在講講我自己的先生好了 我覺得我的先生 他真的是一個很願意付出的爸爸 比如說我的孩子 他參與任何一個活動 其實他是常常必到的 盡可能把所有事情都排開 兒子呢 因為他是從小打球 幾乎每一場他都去露營 有些是在戶外 拿個凳子 然後站在上面 不管太陽有多大 他就拿全程露營 所以我們家有小孩子 盈農大球一場比賽的錄影帶 他的參與度真的是非常高 到現在其實他還對我的孩子有很大影響 孩子在外面有什麼事情 還是會找爸爸商量 因為我先生在小孩子成長過程裡面 有積極的參與 所以他們才能夠建立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出來 聽你在講你先生的時候 其實讓我陷入了沉思 我先問一件事情 林先生是家底的就是經濟支柱嗎 是 但是因為他是老師 他在大學任教 有的時候課程可以比較彈性的調動 了解 我覺得真的太了不起了 因為這個又能夠扮演好 一般我們傳統給男生定位的 這個經濟來源的這個角色 什麼事情是你當了父親以後才知道 因為我的孩子我重新再活了一次 對自己小時候是沒有什麼印象的 可是當我在照顧自己的孩子的時候 我知道我父母親的辛苦養完方之父母 這個是有道理的 我很謝謝我的孩子 他們能夠完整的來到這個世界 然後跟我在一起 比如說我要是有機會陪他們一起 讀書或怎麼樣 看到那個課文 其實有時候自然而然就還念起文 以前小時候課文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爸爸補一去等等的 就開始整個又重新再活過一次 所以我覺得我就是感謝 我爸爸算是跟那個老公比較像的那一型 太太 不要太X 我跟我爸個性其實是像的 就是我比較像我爸爸 他很知道我為什麼會這麼像 因為跟他比較接近 然後我爸以前也是公務人員 工作時間是很穩定的 以前中華經濟性還不錯 就常常會半園公園遊 所以他都會帶我們出去玩 所以他參與是很多的 然後我自己媽媽很早就生病 我爸爸真的是 他下班還要照顧我媽媽 對 然後還要管教我 我的印象裡頭 我爸爸是一個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爸爸 愛老婆 愛小孩 然後他把全部的時間真的都給了 就是家庭 我覺得我受我爸爸的影響 是很深的 對 我會覺得 男人都應該要這樣 沒有 就是 不是每個男人都這樣 我簽了婚以後 我發現 並不是這樣 我為你評判了 對 其實真的不容易啦 我自己的爺爺其實也沒有這樣 我覺得我爸爸是非常會反思的一個人 他就會覺得親子疏離的那一塊他不想要這樣 所以他就反而是更照顧我們 就是跟我們在一起的時間是更多的 我應該說我的個性是稍微中心一點 我肩負責的在照顧我的孩子的時候 應該我比較沒有障礙 可能溫柔不見了那麼多 反而是那種很果決的東西 我是一直給我的兒子的 比較妙的也是 我兒子其實個性跟我很反差 所以我其實是在他身上去看到很多的不一樣 我又變成我很感謝我兒子 我覺得他讓我看到 原來這世界上不是只有我們這種人 還有想說我一樣個性的 我們的父母給我們 或是我們的孩子給我們 我覺得就是看到好的那一面 感謝 感恩 我覺得這樣就是就最好了 是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講起來 都會講到感恩兩次 對啊 長懷感恩的心 其實很多事情都會變得很好 常常有人講就是說 女兒是爸爸顯示的情人 爸爸對女兒的感覺 就是覺得好像很愛 有一定的緣分 所以我覺得全世情人這個講法 有一定的道理 我女兒如果帶男朋友回來 我會用什麼樣的心態 我其實講句話 我們身為這麼開明的父母 我們就想說 我一定用非常開放的心來接受 對不起 我會用最嚴格的眼光在看著他 是不是因為我爸當情敵在看呢 誒呦 說不定 也許是這樣 那小姑第一次帶男朋友回嫁的時候 你爸爸是怎麼樣 I see you 我覺得我爸還好 他真的是還蠻off of mind 他應該默默在觀察 而且有時候我比較強勢的時候 我爸甚至會提醒我 他說就不要這樣子喔 就要尊重 好 聽完了大維跟小Q的分享呢 讓我們對於爸爸這個角色呢 有更廣更多的看見跟了解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那先祝福大維 還有天下所有的父親 父親姐快樂 那也記得要幫我們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的臉夠帥嗎 你看我又一身汗 已經沒救了 越來越帥 真的你比年輕的時候好看 是嗎 真的 對 年輕的時候實在是有點搓 是嗎 是的 真的是 我應該感謝 大家手領往後 以後真的才變得比較好 就是有你的Style